美国村,这个在冲绳最像美国的地方 既然让在美国住了18年的我 希望你看完这一集,让你在美国村不踩雷 哈喽大家好,我是Lindy 我们现在在美国村 美国村是以美式Plaza的商圈模式经营 每个Plaza都有自己的停车场 这里商店很多,卖的东西也很美式 还有一间游乐场 如果你跟我一样爱打电动 看到Club Sega应该会跟我一样冲进去吧 我换完大把的代币后 才发现原来大部分的机台用的都是日元硬币 这些能用代币的机台,赢了会给你更多的代币 问题是这些代币无法存放,换成礼品或现金 我们在这卡了两小时才把代币输光逃出来 在美国村吃美式汉堡合理吧 我们为了充分享受在美国村的气氛 点了招牌A&W汉堡 一个更大的起司汉堡 薯条 洋葱圈 经典麦根沙士 我还加点了漂浮麦根沙士 招牌汉堡的美奶滋真的是太多了 吃起来不清爽 漂浮麦根沙士奶油感太浓厚 喝了很腻 网路上传言A&W只有在冲绳才有汉堡店 Nope 其实它在泰国也有 所以来冲绳真的不用特别吃了 这间用冲绳知名的冰淇淋Blue Seal所做的冰淇淋三明治 让吃冰淇淋多了一点变化 冰淇淋饼饼干和配料可以自由搭配 我们点了一个原味饼干夹Blue Wave冰淇淋配M&M巧克力 一个巧克力饼干夹抹茶冰淇淋配巧克力碎片 和红薯饼干夹红薯冰淇淋配夏威夷豆 我个人觉得红薯的口味特别好吃 又是冲绳的特产 大家可以来试试 我们下一站见咯 拜拜